中文字幕 李宗盛 Amen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赦与你们同在 圣语的圣经同在 大家早安 什么早安 耶稣复活了 阿勒路亚 阿勒路亚 虽然我们应该是庆祝耶稣复活 但是我们全世界好像还在四星期当中 还在痛苦当中 还在等待真的光明出现 还有等待一个复活 今年我们说是没有复活节的四星期 我们是希望 我们祈求 那复活的耶稣基督 真的要来 到我们现在痛苦的世界 带来一个新的 一个光明的 充满希望的世界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全神的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 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基督求你催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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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求你催恋 上主求你催恋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 主爱的人 暂时想平安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胜负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催恋 祂赞 祢祢 爽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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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面是罪者 求祢催恋我们 主面是罪者 求祢福顶我们的祈祷 主在圣父之友者 求祢催恋我们 因为只有祢是圣灵 只有祢是福 只有祢是至高无上帝 耶稣基督 一个人生 套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祢帮助教会 借着新加油的日程 不断地成长 求祢上司祢的子女们 从前因信仰领受了洗礼 现在也能终于信仰而生活 以上说 教师靠祢的子 我们的祝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生生永生永往 阿们 阿们 公读宗徒大事录 公读宗徒大事录 那扎勒人耶稣是天主用大能 奇迹和征兆 就是天主借他在你们中间所行的 如同你们所知道的 向你们证明了的人 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出了 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杀死了他 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 使他复活了 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 达魏指着他说 我时刻定今仰望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因此 我心里高兴 五内喜欢 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 因为 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 你必要指给我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乐 诸位弟兄 容许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祖达魏的事吧 他死了也埋葬了 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 他既然是先知 也知道天主曾以誓词对他起了誓 要从他的后寺中立一位坐在他的玉座上 他遇见了这世 就讲论墨西亚的复活说 他没有被遗弃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没有见到腐朽 这位耶稣 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这世的见证人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我对上主说 你是我的上主 没有你 我就没有幸福 墨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我要赞颂引导我的天主 我的良知连夜间也督促我 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 有他在我身边 我绝不动摇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因此我心里高兴 五内喜欢 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 因为你绝不会 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 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你必要只是给我生命之道 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 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 天主求你保佑我 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祭书有 各位教友 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羔羊赎回了群羊 圣结无罪的基督 使罪人与天父合法如出 生命与死亡展开了决斗 使人惊慌 生命的主宰 死而复活 永生永旺 阿弥雅 请告诉我们 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永生基督的坟墓 和他复活后无比的光荣 还看见天使作人 拥有盼心和领悟 基督我的期望已经复活 他要先你们而去家里乐亚 我们知道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 圣灵的君王 求你推荐我们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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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路 要歡心鼓舞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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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心灵同在 共度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妇女们立刻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非常喜乐 跑去报告耶稣的门徒 突然耶稣向他们一面而来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便上前抱住他的脚 吵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报告我的弟兄 叫他们到加利利亚去 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脯女离去的时候 有几个卫兵进了城 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实际长 实际长和长老聚会上一之后 就给了兵士许多钱 祝福他们说 你们就说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夜间来了 把他偷走了 如果总督听见这事 我们会出面说话 保证你们没有事 兵士拿了钱 就照他们所祝福的做了 这谣言直到今天 还在犹太人中间流传着 上主圣言 祈福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这一次的耶稣复活了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如果我们想一想 从这三个礼拜 耶稣在耶路撒冷 最后的那一周 跟门徒们 门徒们的心情 应该是怎么样的 从礼拜四 我们可以从礼拜四开始 他们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 很快乐的 很喜乐的 要一起吃饭了 要庆祝逾月节 逾月节就是像我们 如果我们说我们华人 就是过年 就是一个喜乐的一个时间 一个团结 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个团圆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分享 他们应该是保持这样的心情 来跟耶稣一起吃饭 一起庆祝逾月节 他们的传统 但是就是在中间 在吃饭的中间 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让他们本来这个充满的喜乐 的心就开始有上上下下的 有一些的紧张 耶稣就说 有人要出卖我了 耶稣又说 我不久就要死了 那他们就开始说 谁呀 谁要出卖他了 是我吗 是他吗 圣灵吗 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问 这个是礼拜四 本来一个喜乐的 但是突然就有一些 他们没有预期到的发生了 礼拜四 吃晚饭 好 他们要去一起祈祷 但是在祈祷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耶稣被抓了 他们都没有心灵准备 被抓了 隔天 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师父 就是这样的被鞭打了 流水了 到了下午被定在四十加山 还这么突然 到最后 断了气 他们一点都没有准备 心灵一点没有准备 害怕 当然是 是陪伴着他们 回家 把门户关掉 关闭 他们就在 在房 那个二楼的这个房间 在那边 就是 等候 不是等候 应该说 隐藏自己 到了第三天 一天应该是还很黑吧 妇女们去坟墓 天应该很黑 他们也怕 被别人看到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去那边 先这些妇女们 他们就看到 坟墓已经空了 耶稣的尸体也不准了 另外一个紧张出现了 他们的心一直 这样的没有 没有稳定向来 从礼拜四 礼拜五 到了现在 礼拜 那个 地球的第一天 他们也发现 他们的师父 耶稣 他们所爱的 耶稣的尸体 不见了 不见了 你可能突然在那边 有人告诉 耶稣已经复活了 复活 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 有人复活 所以这个的 也是这些的 这个宣传来的也太突然了 他们根本也没有 没有准备 所以一方面 他们很紧张 就是很自然的 我们就看到 妇女们 他们一方面 他们很害怕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很开心 说耶稣还活着 耶稣还活着 他们把这个宣传给 给门徒们 去报告给门徒们 那门徒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没心灵准备 虽然耶稣跟他们 讲了好几次 但是他们以为 耶稣讲的是 是怎么样的 不会发生的 所以就这样的 他们也是很紧张 害怕 另外一方面 也很快乐 耶稣是活着 但是他们需要一件事 他们需要一个证据 看到说耶稣 真的复活 所以为什么耶稣就 不断的好几次 就是在那一天 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不断的显现给门徒们 要证明 要告诉他们 他真的是活着 那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 门徒们的那一方 他们对耶稣复活的反应 另外一个是司机长们 司机长们 那士兵们就看到了 事情的发生 发现坟墓也空了 他们也不知道 知道耶稣是在哪里 他们就在前面 那个 看着这个坟墓 那他们就也应该知道了 说耶稣也复活了 把这件事 告诉司机长 司机们 但是司机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说 门徒们 把他的尸体 偷走了 他们搬到其他的坟墓了 如果我们说他真的复活 那这个耶稣 我们本来是耶稣的跟随者 把那个这件事 要压得到最小 但是如果知道耶稣还活 他已经复活了 这个一定会爆发了 很多人就会跟随他了 那这件事 那这件事 说耶稣是被人偷走 耶稣是被人偷走 耶稣没有复活 这个消息到现在是真的 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 到现在还在流传 但这个流传 不只是在 以色列犹太人当中 也是到处有 我们在印尼 也有很多其他的宗教 也是跟我们在在这 他们就说 耶稣根本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是别人 耶稣也没有说 他是复活 说肮脏的 被肮脏的 也不是耶稣是别人的 耶稣的那个最后的 那个结局 没有人知道 他应该死得像我们人一样的 所以这个的谣言 一直流传到现在 好 面对耶稣的复活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 是像门徒们 我们也有一点的害怕 但是另外一方面 很喜乐的快乐的 接受耶稣复活 或许我们是像这些实际长 把事实要掩盖 或许我们另外一个像门徒们 虽然他们相信耶稣复活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证据 耶稣要出现在我们面前 告诉我们说 他真的复活了吗 我想我们应该活到现在 活在现在的我们 有很多很多的证据 告诉我们 耶稣真的复活了 告诉我们 耶稣真的活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这边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狠人类 劳苦的果实 卖面并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 和人类牢苦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请大家祈祷 万全人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皇上父从一个手中 收纳一个圣祭 为家里民国荣堂的圣祭 给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圣祭 上主 你是你的自民 借自信的心理 获得信赏 求你认识地接受我们的奉献 使我们获得永远的征服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意的心意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微笑庄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与你所奉人的 上主 我们是四处出歌颂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必能识人的旧 我们的愿意 高养基督已完成了牺牲 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 因为基督真是消除了世界的 世界的罪恶的高养 他一生死 坠毁了我们的死亡 并已复活 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 普世万民养育着复活的喜乐 永远唤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 也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圣经身 神神 上主万有地主 三切合的天使 神神神 Iran 你的光荣 充满典敌 欢呼之声 响测云霄 奉主名而来 你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向此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 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 伟大的节日 你告知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 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雪 他甘愿 是神所难事 拿起面兵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过 晚餐过 他同样拿在碑 又干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酒是我的血 心而永久的梦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情留 一世面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心得的梦境 基督我们传维你的生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 光荣 求你催念我们众人 是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主圣中途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 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生子耶稣 主基督赞美你 圣女 全能的天主神父 一切从心和荣耀 基督赞福玛利亚 在基督赞福玛利亚 我们祢和生命中途人 和生命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与你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时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疑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在火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帮助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上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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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所以总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勇往,愿主的平安藏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 主面是罪的天主羔羊,将你催眠我们。 主面是罪的天主羔羊,将你催眠我们。 主面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面是罪者,猛造来福生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国共同心中的父亲们,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的灵魂就会选欲。 林主有,以主义同死人中复生,救不再死,死亡不再统治他的。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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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这一月熬击 令我们走上了救恩的道路 求你让此清洁的恩宠 常充满我们的心灵 并帮助我们 善用你的救恩 以迈向佣生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在八日清我们还是要用隆重的祈祷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天主因他独生子的福福 赐给了你们救恩和此次的光荣 愿他也将付你们 使你们常常喜乐 阿们 救主给了你们持久的自由 愿你们也能继承他的佣生 阿们 你们在灵溪时尽心得而重生 愿你们也能三度今生而抵达天乡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圣福 即生子即生生将付你们 阿们 阿们 弥撒离圣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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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耶路亚 忽是同歌唱 今何永生去忘 战争死亡万兵遵用 开玄环荣光 祝殿圣圣来朝银 万兵起团长 战争圣圣圣光浪 如日月为荒 忽是同歌唱 今何永生去忘 战争死亡万兵遵用 开玄环荣光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也 优优独播剧场 无论 终于 如今 母灵